發展部聯酷 支持拘becue 我們總結完 藍色的星球 因為大部分都是海水 海水是頂大多數沒有錯 但是是淡水ほう 以整個生態系來看 我們講的是、水域生態系 會趨溫成淡水和海水 那淡水之所以要介紹的是為什麼 如果沒有淡水的話大概除了在海洋中的那些生活以外 其他生物大概就不能生存 因為大部分的生活它的體內的水所佔的比率是淡水 尤其淡水會相當大幅 那在淡水域一般都是講是在陸地的 那陸地的淡水域我們大概區分成兩個 就是按照它的水流 如果是區分成淡水域跟流水域 淡水域就是水流比較小的 流水域當然就是水流比較大 一般各位看到的河川都是指流水域 那湖泊的話都是指水域 那在這裡頭的生物大概可以按照它 就攝取食物的方式來把它分成自營性跟異性 自營性就是不需要什麼 不需要去取食其他生物 液體性就是要 自營性比如像綠色的這一類的 都是屬於自營性的生物 那海域生態系有時候我們也把它叫做海洋生態系 所謂的生態當然就是研究什麼 生物跟它周遭環境的關係 所以你講到淡水域當然就是淡水的生物跟它周遭環境 海水的話就是海洋生物跟周遭環境界的關係 那這是在水域的淡水域的 你講到一條河川它們起的當然是在高屋山上 然後順著地勢一直下來 那這些當然都是經過非常久的地質連帶衝刷 衝刷兩岸而成的 所以在河川經過的過程當然人類都會有一些加工的東西 包括竹壩 藍沙壩 竹水壩等等 為了有一些肉坨 那這當然各位看的就是 在台灣其實台灣的降雨量在全世界排名是蠻大的 可是還是會缺水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水的分布不太平均 比如說這個是在秀湖南溪 今年到時候我們都看到都有水 這是在西部的 北部大漢溪 曾經河床乾過 就噴到漢劑的時候 好 這大概很簡單來看一下在淡水裡頭 那海水呢 在海洋的生物多洋性裡頭 首先我們要看的是世界的大洋 各位剛才曉得 我們國家在2006年宣布了海洋政策白皮書以後 正式的向我們國內的國人宣告說 我們現在是開始走向海洋 以前一直叫海洋立國 海洋都市等等等 都沒有一個相關的片號措置 現在就有了 好 那各位如果走到海邊去 如果你是正好是在漲潮的時候 你會看到海水怎麼樣 比較靠近陸地 如果退潮呢 就比較遠離陸地 那漲退潮之間呢 這其實是海洋生物蠻多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潮間帶 這是在靠海邊的 那如果你在往比較深的地區再走呢 你會發現一塊比較平坦 就是它的坡度沒有很高的地區 大概由低潮線 一直到水深200公尺的地方 叫大陸棚 然後大陸棚如果再往深處走 叫大陸坡 坡度的坡 因為它就坡度比較陡了 好 那全世界大部分的海洋生物 都是集中在大陸棚 就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雨產量 都是來自於 我講的是海洋 來自於大陸棚 那這是一張簡單的示意圖 從潮間帶這麼小小的一段 然後大陸棚 大陸坡 坡度比較大 然後一直到深海的地方 你看到的這些生物 所以各位 前陣子不是在講說在動物部 有賞金屯嗎 你看到的金屯 大概都是在表層出現的機會比較多 當然有到深層去密實 從這邊你可以看到什麼 在比較淺的地區 當然就是這些 比較屬於熱帶 比如說三浮礁的 這些生物我們看得到 那越往外還走 那一般我們 以水深200公尺區分什麼 區分它到底是 靠近 陸地 我們叫近海 或是沿岸 或者是大洋 或叫遠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區分 當然到水深越深的地方 各位看到這些生物 大部分都是一些深海人 很多他們的體色 就是外部的顏色 是黑色或者是暗紅色 這兩個顏色為主 那如果是到海底底部的話 甚至看到什麼白色的 甚至勢力退化 我們稍後會不會提到 海洋生物它的生活 它的生存跟光線是有關係的 那各位知道光線 為什麼海水是藍色 因為藍色的 汪串透 海水的深度比較多 所以看起來是藍色 那為什麼河水 河川水或是沿岸 你看到都是綠色的 那就是綠色的 它串透的力比較輕 好 在海洋中同樣的光線 它也會串透不同的水層 那一般來講 看你的水域透明的情況 如果越透明的地方 當然光線穿透的深度會越深 那一般來講 我們把光 就是光 依照光線的不同 把海水的上渺層 它區分成有光區 也就是說 經常看不到光 當然是只白天的時候 還有微光區 有微弱的光線 還有無光區 那一般來講 水深200公尺 以深的區域都屬於微光區 無光區 也就是說 你到200公尺 你往下看是黑的 往上看 白天當然是亮的 晚上還是黑的 好 那一般來講 如果 如果你到了深海 甚至到1000公尺的時候 你看到的 絕對是 五七八八 看不到什麼東西 而且這地方 也沒有什麼植物生長 也沒有光線 好 那 我們剛剛提過 200公尺以深的水域 我們都叫做大洋區 那 一般來講 大洋區就叫做遠洋區 那200公尺以前的水域 我們叫做 近海 近海區 好 那至於 在遠洋區 這 我們剛剛分的這三種 不同光線的區域 都看得到 可是 如果你是在 近海區的話 不見得到 近海區 有時候 那個水會這樣混濁啊 你可能只看到什麼 看到微光或無光區 看到遠洋區 看到遠洋區 要 水非常清澈的時候 才看到遠洋區 那 各位想想看 我們講說 一般我們看到的水深 大概 你能看到幾十公尺 不錯的 可是全世界有一個地方 它的海水的清澈程度 可以到200公尺 也就是說 光線在200公尺 以前的地區 都是遠洋區 只有在一個地方 在加勒比海 好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 大陸棚 它是全 就是 海洋生物相當密集的區域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在大陸棚地區 常常都是跟大陸接觸 所以大陸有那些河川 它所夾帶的這些有機物質 都會排放到大陸棚水域 那各位知道 營養鹽 有機物質營養鹽 加上陽光 會有什麼現象 植物如果去利用它 當然會行光的作用 在路上是這個樣子 在水域裡頭也是這個樣子 那剛剛看到的那個彩色圖 都把它用成這個 中文的方式展示 就像這樣 從朝鮮在大陸 到深海 那所有這種畫風的方式 大概是在200公尺以前 大家都沒有正義 200公尺以深的話 可能有不同的學者 它對於這個中層啊 深層啊 它有不同的一個畫風的方式 那你大概記得 200公尺以前的大陸棚 大陸棚 以深呢 可以分成中層跟深層 你看到中層有 大概是200到 有到700 有到1000 看他們怎麼畫分 那反正你記得 越深的地方 深淵是最深的地方 全世界最深的 海域在什麼地方 知道嗎 深到多深 全世界最高峰知道嗎 對不對 聖母峰或叫愛會樂師峰 對不起 來 叫我們挫折喔 不能亂動 要跟你們一樣 好 那 聖母峰高度多少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很高嗎 8000多公尺 8800多公尺 那全世界海水最深的地方 是在 菲律賓的 東 應該是在我的東南方 那個叫瑪利亞拉海溝的地方 有一萬一千公尺深 也就是說你把聖母峰丟下去 還看不到它的風頂 好 那全世界 而且 各位知道台灣東部有一條洋流經過 我們叫什麼 有沒有聽過 有人在講台灣東部以後 有一個很強的洋流 叫黑潮 那這個黑潮是 它並不是海水顏色是黑的 它是深藍色 那之所以叫黑潮是因為日本的學者 以後全世界就是同用 就叫黑潮 水不是黑的 黑潮怎麼來的 它是由赤道的 由赤道的海水 在這邊你看到這個洋流 什麼叫洋流 就沿著一個固定方向 一連四季都沿一個固定方向 流動的海水 叫做洋流 黑潮是由北赤道的洋流來的 那既然講到北赤道那一地就有藍赤道 所以赤道這邊有兩股海流 它是以赤道為做一個混接線 北半球就是北赤道流 藍半球就是藍赤道流 你看到了在北半球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順時中方向的流動 北赤道流經過了印尼跟菲律賓群島之後 因為地形關係會折向北流 然後呢 折向北流一直到日本本州的東南方之後 也因為地形的效應 然後呢 往東流 往東流呢 當它碰到了北美大陸以後 會分成兩個海流 兩股海流 往北的我們叫阿拉斯加灣 因為這是阿拉斯加灣 往南我們叫加州流 或叫做加利福利亞洋流 好 然後它會再往南流 就變成北赤道流 所以大概有這四種海流 依照它靈近的不同的海域 給它不同的名稱 好 赤道流 北赤道流你們猜它海水是 比較溫暖還是比較冷 在赤道地區 海水是比較溫暖還是比較寒冷 好 赤道經常受太陽照射啊 就跟各位你們要洗澡 冬天不會去洗冷水 除了要訓練身體對不對 好 所以赤道流它的海水是溫暖的 好 那也就是 當它變成黑潮流 經常東部的時候 它是溫暖流 海水溫度很高 台灣的東部海域的海水溫度 我今年兩月都是高於20度系的 反而在我們的北部呢 海水溫度在冬天的時候會很低 低到十幾度 這是黑潮 那在日本的東南方呢 它有一股另外一股羊羽 我們叫青衣草 這是日本的命名 它是由北向南流 各位知道緩度越高 溫度越低嘛 海水也是 所以它是一個冷 它是一個冷流 或叫寒流 就是比較冷 好 那在全世界的海域裡頭 只要這兩種不同溫度的海流 有時候是 一般我叫洋流好了 交配的地方呢 它常常都是什麼 常都是生物聚集的地方 還有呢 這個地方常常會起雾 冷卵 兩股羊羽不同的地區會起雾 台灣的話你就記得有黑潮經過 好 北半球的洋流是這樣 順時針 可是你看南半球最好香啊 對不對 就跟各位 各位知不知道 颱風是怎麼 是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怎麼傳 颱風逆時針 如果我從南半球 看北半球的台後 你才是逆時針還是順時針 順時針 所以呢 在北半球的台風是順時針轉 到南半球就變成這樣 北半球逆時針到南半球就變順時針 洋流呢 你看到的正好一樣 也都相反 對不對 北半球順時針 南半球就逆時針 好 台灣的海洋環境 台灣位在什麼地方 東邊當然是太平洋 西邊是什麼 跟大陸跟著台灣海峽 那我們的北邊有什麼 北邊就临近大陸的東海 南邊呢 巴士海峽 還有呢 南海 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講過 東部有溫暖的黑潮經過 南端呢 黑潮它會有一股支流 經由巴士海峽到屏東 中遭的水域 西南方 它甚至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這一條黑潮的支流 可以流進台灣西部沿岸 到北部 跟東部的黑潮的主流的會合 這是在夏天的時候才會出現 除了這個以外呢 在台灣的西南部 還有什麼 來自南海的海流 它也是比較溫暖 除了這以外 在台灣的 東北 東北部 應該是講什麼 北西 西北部 還有一股水 講海流行 它是來自於大陸沿岸的 我們叫做沿岸流 就是河川水排放出來 如果量很大的時候 它自然會淺成一個水流 那在台灣的水域 因為有這種不同的 溫暖的洋流 或者是寒冷的 海流呢 會交匯 所以在這地方 會常常會有很多的生物 我剛剛有講 兩種不同溫度的洋流 或是海流交匯 它常常會有很多的生物 聚集在這個地方 好 台灣除了奔島以外 還有多少島嶺 以前是眾村婚姻 要講80幾個 現在增加到114 為什麼 因為澎湖最近 經由空灶圖 它原來有64個島嶺 結果增加到80幾個 多增加了20個 所以我們現在的島嶺 從原來的不滿100個 也增加到114個 好 那主要的 大概有人居住的島嶺 這邊 除了龜山島以外 藍雨 綠島 琉球雨 當然澎湖也是 都是有人居住的 好 那我們處在的地方 是全世界 最大的路口 東海跟南海加起來 是全世界最大的路口 也因為我們的 地理的環境條件特殊了 所以台灣 適中隨意的 海洋生物 包括有經濟價值站的 特別多 你可以看到 它且超過2000種 事實上 全世界的魚類 大概是2萬多種 台灣就佔了多少 事物之一 很驚人 這是台灣的一個地勢 我剛剛講過 東邊是有黑潮流過 這邊是巴士海峽 黑潮的滋流 夏天的時候會流經 台灣的西南部 沿著西岸人一直往上走 然後跟這個流經東部 黑潮會會合 除了這裡外 還有來自南海的海流 在夏天吹西南氣候的時候 它會流到台灣海峽來 冬天的時候 大陸沿岸的這個海流 它會怎樣 從大陸沿岸一直往這個走 甚至它勢力會到台灣的東北 東北角色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台灣的四周 有什麼樣的海流 黑潮 來自南海的 來自大陸沿岸的海流 還有一個潮汐 各位不要忘記還有潮汐 潮汐本色會帶動水流 這是台灣的衛星的 遙冊拍攝的圖面 那你會講說為什麼是紅色的 因為它是用紅外線拍攝的照片 那一般為了要判定清楚 我們都會把紅外線給來一個泥色 變成綠色 這紅色地區表示什麼 表示綠色植物的地方 什麼地方有綠色植物 山脈也有啦 還有一些什麼 有樹林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 除了這些區域以外 這些密密麻麻的平地 都是有人類居住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 西半部是這邊比較平地多 所以它的人口比東半部要來得更多 這是綠島 南嶼 小琉球 這個是龜山島 我剛剛講到說 台灣的海洋生物種的很多 這邊有個圖讓各位看 全世界的魚的大概兩萬多種 台灣就有它的十分之一 海龜呢 台灣超過它的十分之一 台灣的海龜有五種 海蛇你看到也是超過 海鳥就少一點 鯨魚呢 虛鯨類的話 超過百分之十 海豚的話也是超過百分之十 各位知道 台灣的東部 是賞金豚的好地方 尤其如果 各位要看到金豚 比較多的地方 是在花蓮 其實是宜蘭 台東也有 剛剛講的是這些脊椎動物 那無脊椎的呢 你看到幾乎都是占到百分之十 包括從珊瑚啦 或有一些甲殼類等等 甚至你看 海藻就比較少 海藻的話呢 是有超過百分之十 好 那這是一個什麼圖 這是一個衛星的空照圖 可以看到台灣 我們把它標出來了 它是黑色的 那這兩個是不同季節的 我們用不同的顏色來標示 海水 它的溫度 顏色偏藍色系列的 表示水溫低 偏 你叫紅色 系列表示溫度高 所以從夏天到冬天 你就明顯看出來 什麼樣 夏天的海水溫度低 像這一些 你看到藍色的部分 幾乎都是來自於大陸沿岸的 海流 到夏天的時候當然也有 當然它溫度沒有像在夏天 沒有在冬天這麼低 那在夏天你可以看到 隱約的有這種顏色 一直到這邊都有 這邊也有 這是黑草 這個 它的溫度 因為它一直今年累月流進 台灣的東部 還有西南部 所以 台灣的東部跟西南部 這個地方的氣候 為什麼會比較好 各位看到 既然是寒流來了 你到台東 或是到屏東 比較偏南端的 可能還沒有辦法感受到 這種寒流的壓力 其實有人是很短暫的 台灣附近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水產生物 水產生物 講到水產就表示有經濟價值 那一般我們把它歸類成這幾項 第一個就是 我們講過大陸沿岸裡 它是來自於河川 它帶來很多的有機質 其實一樣 第二個是 這沿岸的海流跟黑潮交會 我們講過沿岸流是 海水溫度比較低 那黑潮是海水溫度比較高 所以兩股不同溫度的海流交會 它會形成一個我們叫潮減帶 它會吸引大量的生物群體 尤其是這些有經濟性的 比如說魚類等等 那在夏天呢 各位在夏天 現在是我們有冷氣 以前沒有冷氣的時候 只能開電扇 各位知道夏天的時候 溫度比較高一點 暖風吹得油冷墜 大家就平平掉餘 夏天因為是有西南氣流 它是比較溫暖的 冬天的話我們有東北季風 好 所以 因為存在這種特殊的氣候條件下 或氣象條件下 使得在台灣地區的 冬天跟夏天的溫差可以達到 16到20度西 很高 那冬天的時候 因為東北季風強盛 東北季風強盛會使得海域的 海水的垂直對領 就是說上下的交換 很頻繁 那另外呢 大陸沿岸的這些沿岸水 跟黑潮它會形成什麼 剛剛第二點提到的 會形成什麼 潮境 也就是為什麼在大陸的 東海還有黃海 它是很重要的 地域的漁場 地區漁類的漁場 那第五個原因是因為 200公尺等身線 它是沿著 台灣的東北沿深 也就是說 在台灣的東北部呢 它有所謂的海溝 海溝就有點像 山谷 像山谷 各位知道在台東為什麼 常常有焚風 為什麼 因為 在夏天西蘭季風 它夾帶的這些濕氣 經過南大午山 爬升之後 都降雨降光了 過後到海中 所以它就會 形成的這些空氣就比較乾 空氣就是乾燥的 而且溫度比較高 所以形成焚風 那在海裡頭也是 當你比較深層的水泥噴到 海溝的時候 它會沿著海溝的坡度往上爬 所以 我們講的湧深流 其實指的是什麼 深層的海水 湧到水面 我們叫湧深流 這是因為地形的關係 爬升到海水表 我們叫湧深流 它是在台灣的東北部 看得到 尤其在 連架雨 海域 那個地方 台灣的東北角有三個島嶼 連架雨 那四周海洋生物的分布 主要受到兩個條件影響 一個是底子 一個是溫度 溫度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的 其實就是洋流 就是黑潮的意思 那底子的話 台灣的西岸跟東岸底子不一樣 西岸是以Sonic為多 所以你看到的 河口大部分在西岸 因為在西岸的河川比較多 紅樹林也在西岸看得到 在以往 台灣的西岸的河川呢 附近都有所謂的濕地 以及有所謂的紅樹林 只是因為人類開花的關係 所以現在只剩下幾個地方有了 後面會提到 好了 那南北兩端跟離島呢 有三個礁 各位知道 我們在墾丁有珊瑚礁嗎 台灣的東北角也有 在宜蘭那邊 就是蘇澳那邊 還有呢 綠島 蘭嶼 澎湖 當然墾丁這邊是比較大的 比較多的地方 都有 東岸主要是沿礁的深海 所以在東部海域 各位如果坐船出去 它要走多遠的距離 海水深度就可以到達多少 一千公尺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洋流 洋流它流進台灣東部的是黑潮 它是溫暖的 所以它的溫度會比較高 另外呢它的岩度也比較高 因為主要它來自於北市道 經由太陽照射的關係 各位知道 太陽如果白天照射海洋的話 到達某個溫度水蒸氣會增化嗎 水蒸氣只要增化 海水裡頭的 海水的岩度就會比較高 就會比較顯一點 所以黑潮本身是高溫高炎的 在即使到冬天呢 我們講過它會大概是 還是高於20度性 那平常都是什麼 可能27 28甚至有到30 這麼高 那到冬天會低主要是 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 讓它溫度降低 可是海水比較深的地方 黑潮的溫度還是滿高的 好 那大陸沿岸流它的水溫 可以降到多少 16到17度 16到17度 各位可能感覺沒什麼 那當你掉到那裡的時候呢 一陣子以後就會發生什麼 發生什麼現象 濕溫 所以各位如果到高溫度地區 像鐵達林號各位記得嗎 看過電影 它一掉下去為什麼生還的那麼少 因為海水裡頭就冰了 那溫度大概都是四五度性 那掉下去的話大概不要四分鐘 就可以進過電影 甚至五分鐘快的話 各位知道你的身體哪些部位 濕溫會比較快的 張開的話 你的腋下 跨下 還有什麼 脖子也是 所以當你掉到海水的時候 怎麼辦 我們身體 把你那容易濕溫的地方怎麼樣 把它遮蓋住 好 這是在低溫的情況下 那澎湖是比較特別 它受到的海流的影響蠻多的 包括黑潮 大陸沿岸流 還有南海的海流 有三個海 所以比較豐沙魚 好 台灣西部沿海的生態環境中 受雨量的影響比較大 那各位知道 在台灣的降雨量是不太平均 主要集中在什麼季節 台風季節 台風季節 可是台風季節的降雨量是怎麼樣 來得快去得快 對不對 我們降雨量如果降到陸地上 離有水庫 如火 當然可以續集 如果是降到河川 一下就流到海裡去了 那台灣之所以會 還是會缺水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水庫 不當的利用 很多水庫都已經 失去它原有的功能 我們水庫主要做什麼功能 民生用水 灌溉 少部分提供工業用水 但是因為我們的水庫 都是在高山 族的人工夫 這些高山以前都是 有在種植什麼 高山蔬果 那因為它不當開花 常識而水庫的收益就 簡短甚至沒有 比如說在岡山的阿公店水庫 因為優雅化的關係 藻類很多 使得它的這些功能就喪失掉了 好 台灣的降雨 我講過在台灣季節 那台灣季節常常會夾雜什麼雷雨 乾季的時候 當然就是河川有時候你會見 河底會看到河底 那我們沿岸的河川常常都會有一些工廠 四葉廢水排泡出來 這些四葉廢水如果是在乾季的時候排泡 當然它會一直累積在河川頂 一遇到降雨的時候 怎麼樣 這一些 累積在河川頂後馬上又怎麼樣 跑到這一些 整個河水裡很多濕 所以也因為這個原因呢 當這一些雨季來的時候 你常會發現在河口地區 常常有大量的雨類死亡 主要是因為缺氧的關係 那缺氧造成都是因為河川的這些污染物 所產生的 好 台灣的海洋生物的群落 按照幾個方式來劃分 從河口跟沼澤 然後呢 珊瑚礁 沿海 遠洋 我把它分成這三個地方 河口呢 什麼叫河口 當然就指河川跟海水交會的地方 它是一個過渡地帶 簡單的定義 它是一個半泡壁的 沿岸 海灣 淡水 海水交會處 為什麼半泡壁 因為它有一端開口向海 所以半泡壁 在河口的環境是很惡靈的 為什麼 漲潮的時候 海水會進到河川的河口地區 退潮的時候會怎麼樣 河川的水會排放出來到河口地區 那河水 就淡水跟海水 哪一個比重比較大 海水 因為它有嚴重的關係 所以它漲潮的時候 海水會入侵河口 所以淡水會被壓在下面 有一點壓在下面 海水入侵 那退潮的時候呢 河水流出來 所以河水是飄在海水上面 在這裡的生活都經過相當長的時間 適應 演化適應後 可以在這邊生存 那在這裡的 在河口地區呢 常常我們會看到什麼 看到沼澤 濕地 甚至有紅樹林 那你看到了在海岸地帶最重要的 除了剛剛講的紅庫 河口 並且還有紅樹林 跟碳地 這三種生態系 那以往 我們都把統稱這三個 是叫做沿岸濕地 它環境很惡劣 我剛才講過了 包括它的水 沿混 波浪的地方都很大 很不適合這些生物生存 人在這邊生存 都是精油演化 適應的結論 所以在這邊生存的生物 它的競爭對手都比較少 因為很少生物會在這邊生存 所以濕地的生物種類少 數量多 那台灣到底有多少河川 各位看到這個是 有藍色的部分多少河川 所以事實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 西岸從中部以來 還有呢 大概是在新竹以北 你看到河川的密度是高過東岸的 那在東岸呢 主要的河川 我們比較小的人 包括秀波蘭溪 它常常都舉辦到國際的環洲山 還有在宜蘭的蘭陽溪 這兩個是比較用力比較大 台灣是一個東溪走向 東溪下場 就是說 有上次的是高山 所以只要一遇到降雨之後 它很快這些雨水就會流到海裡頭去了 這前面講到說 降雨季的時候常常會引起污染 主要是來自你這些沒有處理過的 事業的廢水 當然我們現在都有要求說 比如說養豬啊 它的廢水要經過初步的助力 工廠也是 可是可能平常看到鬆定油 雨季的時候大家看不到為什麼 那水一排放出來 假在一起 你根本就分不清到底有沒有污染 而且有一些工廠 它都買了這個愛管 所以根本不曉得說 到底誰 哪一家工廠有排放的污染 只要一下雨都能看到 有很多的雨類死亡 你就知道一定有污染 河溝水域是海洋生物 誘生就是它的誘鳥 呼籲最好的場所 主要原因是它的變化 沿路的變化很大 定居在裡面的掠食很少 第二是因為河川排放的營養鹽多 還有有機碎蟹 這些都是屬於營養鹽 那如果你的日光充足的話呢 你會使得什麼 海洋的基礎生產 你會提到 主要指的是那些藻類 利用著一些營養鹽 情況和作用 那這些藻類如果多的話 進入食物裡 當然其他的生物也會聚集 尤其像是幼鳥 它聚集在這裡 它有吃的地方 吃的東西在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濕地 濕地是在地球上 也就是說非常 你可以講說它 生物多樣性蠻高的一個地區 或者說它生態 生產力很高的地方 那在生態 以生態環境來講的話 對生態環境來說 濕地它可以淨滑水質 好像海洋一樣 也可以過濾污染物 它還可以製造氧氣 當然是主要是 製造的植物料 還可以調節微氣候 保護海岸的這些功能 那我們的濕地呢 主要的是包括這兩個 也可以講說三個 主要是以湖泊沼澤為主 那台灣濕地 比如說鴛鴦湖 它是比如說高山的 貴湖也是 在桃園 還有在淡水的灌渡 還有五谷的爐洲 還有進來的紅樹林等等 這些都是 那台灣常見的沼澤 是分成草澤跟林澤 這在之前可能有老師接受過 草澤是以植物為主 一連生的草本植物 像灌渡萊陽溪 那林澤主要是以紅樹林為主 紅樹坑 那在沿海河口的地方 的西湖的附近呢 它的這些沼澤上游呢 也是一樣 因為有這些台灣有激物 所以它的植物會比較多 那這個地方的環境 也是比較惡劣的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的 生物大概是 痰吐魚最多 如果你有聽過到台南去 吃海蟬 然後講花跳 就只是痰吐魚 還有螃蟹沙蟬等等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候鳥 像水鳥之類的 這些都是屍地常常看到的 那沿岸屍地有什麼重要性 大概可以分成三個 一個是在生態方面 一個是在社會經濟上 一個是在維護環境品質上 生態畫面當然有講說 它是提供這些 生物聚集的一個 很好的場所 它可以讓這些生物 在這邊密食 聚集 繁殖 跟躲避地海 那 你看到它跟漁業的關係 也非常明顯 那在社會經濟上 濕地有像海綿一樣 我剛才講過 它可以把這些 污染物質 過濾排除掉 那 那第三個在維護環境方面 市地還可以減緩這個水流 那它可以淨化水質 達到調整為氣候的功能 它主要這三個畫面可以看 那在台灣的市地 當然沿岸最多 西部沿岸最多 那以屏東來講 大概有四個地方 各位還能看到 一個高屏西河口 還有大鵬灣 雖然現在就改成了什麼 大鵬灣風景 事業管理處 還有鎮安的沼澤 以及在龍、軟、潭 這四個地方 也可以看到市地 當然這種 如果你不去保育 或保護它 這市地面積 會越來越小 紅樹林 各位如果到大鵬灣那邊 可以看到 那甚至如果各位有機會到 左營 到內圍 你還可以看到紅樹林 在內陸看到紅樹林 不是說它長在內陸 而是以前那個地方 就是沼澤 有紅樹林 那只是因為 日本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把那地方建為什麼 軍港 所以還有田 只有把這些生態系改變了 原來的高雄 高雄港 它是一塊濕地 就是因為人類開花 或講不當開花的光景 所以 所以這濕地就已經 逐漸消失掉了 紅樹林這一部分 在屏東就是一大鵬灣 主要台南四草也有 它在嘉義布袋 苗栗後龍 新竹一直到淡水都有 這整個在西岸 只有這零星的地方 才有 以前是整個西岸都有 那在紅樹林 它是蠻特別的 這地方 它有蠻高的這種 基礎生產業 它也同時是這些生物的 就是消費者的生物 具體的場所 因為它有 它的這個核料生物 吃的東西在那個地方 好了 這是在東南亞的兒童 它化了在紅樹林地區的生物 各位看到有很多 有些是我們看到的 比如說 鱷魚 海牛 甚至鹿 我們又沒有畫鹿 但是它不會出現在 紅樹林地區 好了 請 那秘密滿滿 它產卵的時候 也都是很多 生物聚集的地方 聚集的時候 魚類 為什麼 有著吃啊 那 它們為什麼要集中一次 海卵 以多取勝 就是會有一些 山蠔的這些 金蠔會相配合之後 它會濁床 然後繼續繁衍 在海洋中如果 這些生物的 產下的這個卵量 越多表示什麼 它的活存力越低 跟在陸地上的一樣 陸地上的 你看 殘的這個紙袋 數量都很低 所以它的繁殖率 繁殖率低 那如果是其他的 像蕉鼠 繁殖率就近了 對不對 好 這個也是 珊瑚的情況 珊瑚它是由水吸收 積少乘多 聚殺乘塔 防止形成 那 一般來講 可以分成 硬直的珊瑚 一般叫石珊瑚 它有造礁能力 會一直成長 主要是它會分泌 石威治的股價 金蠔累月 它最新的珊瑚礁 如果是水位下降 還可以成為島嶼 比如說 各位知道 太平島 東沙的太平島 它就是珊瑚礁 它是一個環礁的島嶼 還有很像我們的 我們的邦礁國 在東太平洋 這些島國 很多都是這種環礁的 像馬哨爾群島 柏流 斐濟 大西地 這些都是屬於這種珊瑚礁的島嶼 第二次卵珊瑚 就是它不會昏迷十個位置 它沒有造礁能力 它本身是藉由骨針 就有點像我們的脊椎一樣 支撐它 維持它的這種 韌度跟柔軟度 那依照珊瑚的實境分成兩個 它有所謂的自營也有異營 自營性的這種珊瑚 它體內有共成造 就是公子島行光合作用 產生的有機物 散物怎麼樣 利用 光合作用的廢棄物是什麼 光合作用的廢棄物是什麼 它不需要的產物 光合作用是什麼 要水 要氧化碳 產生什麼 氧氣 跟什麼 行類 對不對 所以氧氣事實上是光合作用裡頭 不需要的 他們認為是會欺負的 可是對於其他生物來講 是有意的 好 那異營性的話 它就靠著珊瑚上面的水吸蟲 它的這種赤質細胞 用它來服食 就是蜂蝠動物 所以珊瑚 有吃素的 有吃蚊的 好 那珊瑚的生殖方式 它有分成有性跟無性 有性又分成體內 跟體外受精 那在 雌雄又分 頭體跟液體 它們液體多 頭體的還是比較少一點 同一地區的珊瑚 它在殘暖的時候 都會集中在同一分擺上 剛剛提過的 以台灣肯定地區為例 它大概是每年都 農林無業中心 海亂 無性生殖 包括所謂的 脫 出雅 斷類的脫生 這個你知道就好 這個不需要記它 好 那這一切都是在珊瑚就要看到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存在地球的時間 比你我都要來得久 它出現的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在哪裡 連你的老祖先都不知道在哪裡 它算是活化石 鸚鵡螺 這個呢 還虧嘛 我應該曉得 章魚 章魚號稱是什麼 它的勢力比我們還要好 我聽說也很聰明 這個呢 你叫什麼 海田玉 它呢 這個一定曉得 應該看過它的電影 對不對 米墨 海底走肉圓 台灣到底有多少 我們俗稱叫小丑魚 學名是叫海葵魚 因為它都要跟海葵構成 台灣有幾種 小丑魚 小丑魚 各位知道嗎 台灣聽說有五種 可是事實上現在 比較常見的大概只有三種 小丑魚 很奇特喔 你一個海葵裡頭一定會有一群小丑魚 一隻體型大的還有幾隻體型的 由中小這樣排列下來 各位猜猜看 體型大的當然是頭頭啊 是雌性還是雄性 雌性 雌性的頭頭 講熟齡好了 不幸過世了 不幸過世了 不幸過世有可能就是因為 雌性當中 或者是被外地 吃掉 才會發生什麼情況 當這位雌性的頭頭走掉之後 體型次大的雄性 會在短時間內變性 變成雌魚 繼續當頭頭 那當然會講說 那體型再比它小的就是 剃補的 對不對 所以在一個海葵裡 你會看到這一群魚 而且它會怎麼樣 它數量大概五一隻 就是五隻六隻 不會多 多了怎麼辦就把它趕掉 因為它會繁殖 多了這些魚它就把它趕掉 不會讓它在一頭 就每一個海葵就會有這幾個 那各位如果到台東的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 它有一個水族館 如果去看的話 它有很多小丑魚 養在水族港 那個很多都是什麼 經由人工的 人為的方式 繁殖出來 繁殖出來的 這一些小丑魚 如果把海葵丟在那裡 說明會不會海葵怎麼樣 遮死掉 海葵有刺其貓 所以呢 人工養殖的小丑魚 不要跟海葵在一起 可能會死掉 為什麼 小丑魚為什麼可以在海葵 跟海葵共存 海葵要吃細胞 它捕捉的時候就吃細胞 攻擊其他的 這些小魚類小型 小魚類或者是 不如動物啊 那為什麼 小丑魚可以跟海葵共存 主要是因為小丑魚的 外表它會分泌 一種連異 這種連異呢 讓海葵誤認為什麼 小丑魚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那個 隻腳的一部分 這個 有人做實驗 你把小丑魚 旁邊的那個連異把 塗掉 丟到海葵 海葵不是 有人做過這個實驗 好 這個是什麼 台灣大概只有肯定 立即看得到 可是非常非常少 它是車去背 很大的一個背 非常少 然後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是如果各位到水族館去 有沒有看到 這也是屬於山葡礁的一種 你可以把它叫它 也是牽絕蝦 一種 前幾天我在 動物星球看過 專門在捕種一下 有一種叫做 前子蟹 前子蝦 牠有那個 牠的熬角 牠的熬角會 放出一種水柱 很強的水柱 牠會放出很強的水柱 急到牠之後 牠就被震魂掉 然後去捕死牠 然後就把奇特 好 在珊瑚礁地區 蠻多的這種 很鮮豔 你看到這些很鮮豔的生物 像魚類啊 或其他幾對動物生物 要比較小心一點 那個 越漂亮 色彩越鮮豔 你就 遠遠的看就好 不要說 很漂亮去摸牠 那都是帶有肚 好 珊瑚礁會有這麼多的生物 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 生物多樣性 高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 牠的外型的構造 因為牠有很多這些 立體的構造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珊瑚 有這些 造礁之後呢 有這些 立體的空間 就是這些複製啊 牠可以讓很多的生物在這邊 有棲息多長 躲避敵漢 甚至可以在裡頭發植 此外呢 牠 跟 有些生物牠有共生關係 比如說 在珊瑚礁有共生關係的 你看到 比如說 我剛剛有講的 小醜魚和海鮮 還有呢 珊瑚本身還有跟一些 甲殼類有共生關係 這些 甲殼類包括 蟹 也包括蝦 牠主要會保護珊瑚 避免其他生物的攻擊 但是 其他生物攻擊 如果是體型很大 牠也沒辦法保護 那第三個就是 在 牠發出很出來的體型 在這邊的 你看到 有很多的生物在這邊的 經過一些適應之後 牠的體色 會 隨著環境的改變 也就是說 泥色 然後呢 多半具有 毒 還有偽裝 黃綠 泥太 等等這些適應 或者是 這些都經過長期 演化 所產生的 好 那三五礁的生物很多 但三五本身 它質地並不是那麼強 堅韌 我剛才講過了 你只要腳一踩 或者一折就斷掉了 好 那 那 也因為這個地方 所以我剛才提到說 去 山湖礁地區的 油氣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還有它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生產力 蠻高的 我們一般來講 在海洋中的生產力 我們都是用 每平方公尺 產生多少碳 量 來做單位 當然它越高 就表示它的 基礎生產力 就越高 好 這個是在 山湖礁地區的 那在山湖礁地區 還有一種 生物 主要是指海草 我們比較少去注意它 但是海草跟海藻不一樣 海草它是屬於 比較高等的植物 海草一般是 也比較低等 那 藻類 一般我們講的 胡油生物裡頭 有分成 動物性跟植物性 植物性 植物的生物 都叫藻類 但是藻類 還有分成大型的海藻 各位常吃的 什麼 海淡 紫菜 這都屬於大型海藻 好 那這些海草主要分布的地方 都是比較潛水 從五六十公尺 一直以潛 那海草它有什麼重要性 重要性主要是 它可以作為一些生物的 食物來源 比如說吃樹 另外呢 它的根系 它可以穩布底質 有點像陸地上的樹一樣 避免這些 底質受到暴風雨 清洗之後流失掉 第三個是海草它可以提供屁股場所 它提供了很多隱蔽的空間 也是很多經濟性水產食物它殘亂的地方 第四個是海草它可以提供保護性的覆蓋 也就是說可以遮陽遮陰 再來就是有海草的地方 它也可以使得 它可以讓這個沿岸的這個波浪或是海流 不會對沿岸的沖沙不會這麼大 以上所提的這一些都是指在離岸比較近的 包括河口 沿岸失地 紅樹林 珊瑚礁 藻林 等等 再來我們就要離開海邊 要往深海走 主要指的就是沿海的沿洋地區 那沿海或者我們把它叫做近海 沿岸都可以 但是沿岸我們按照我們的這個國家的漁業主管 就是洪洪方式 大概是在十二海里內我們都叫沿岸 十二海里到兩百海里的水域我們就叫什麼 近海 超過兩百海里就是 沿洋 那各位知道我們國內的沿洋的漁船遍布三大洋 可是有一個觀念就是我們講的沿洋 可能就是其他國家的近海 我們國內自己成為沿洋 因為超過兩百海里就是沿洋 可是你到其他國家去浮海 這些經濟性的沿洋 常常都是在沿洋 兩百海里經濟水域內 所以是什麼 近海 所以這個觀念要有點調適 不要講說遠洋 就是指什麼 水深兩百公尺 雨深的地方 不見得 看到什麼水域去作業 好 那 主要的 在全世界的這種大陸 它一般來講 在它水深兩百公尺以前的地區都是大陸 那大陸沿岸的這大陸 是全世界面積最大的 我有講過 全世界主要的漁獲 來自海洋的這些水產生物 都來自於這些地方 大陸沿地區 好 那遠洋呢 遠洋當然 不要遠洋 近海如果到水深兩百公尺 你由船上往下看 這些都是生物可見底 那遠洋特色就是什麼 因為它太深了 你看不到底 所以它沒有什麼 你看不到有什麼底子 可以提供生物 躲藏棲息 或者 來緩緩的游泳 所以這些生物在這個大陸中 它叫游泳 它不可能一直在一個地方 停住不動 你會看到這些生物 它會游泳 會比較 游速沒有那麼強 或是正常游泳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到沿岸地區 上座休息 可能是要摄食 或是其他 那為了要適應在這種沿海 就是近海 或者是大洋這種環境 在這裡什麼生物 它到有半都是 演化成什麼 它叫游泳的地方 在海洋中有游泳能力的生物 就叫游泳生物 游泳生物 而且呢 它有 有些有擬胎 會偽裝的 而且它有浮力條件的功能 比如說有些一個就有瓢 有點像 就它到 這個瓢的功能 就有點像潜水艇 對不對 潜水艇要浮出水面的時候 是怎麼樣 空氣進來 對不對 那它要潛下水裡頭 是怎麼樣 把裡頭 這些有空氣的船艙進水 這瓢的功能就有點像這樣 好了 那這些體型大游泳能力的 它當然就有逃避敵愛 就是說 你可以去主動捕食其他小的 這些生物 也可以怎樣 逃避 被大的生物做捕食 那這些游泳生物 比如說水母 水母的游泳能力不強 還有頭竹類 魚類 頭竹類就是魷魚之類的 還有那個屋賊 海蛇海龜海陸類等等 那甚至還有像海鳥類的生物 海鳥到底算不算海洋生物 算啦 它是棲息在這些 你看得到這些島嶼的沿海峭壁 但是它以海洋中的這些生物為死 所以一般會把它歸類成海洋生物 那這些大概是在大洋中 我們比較能看到的生物 包括什麼 這是 鯨魚裡頭最會唱歌的 我們叫大刺鯨 因為它的鯨魚的刺很大 鯨魚刺很大 這當然是它的小金 那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叫老角類 或叫老竹類 是在海洋 它是一種動物性護幼生物 是你頭量最多的 大部分的 這些經濟性的水產生物的幼生 主要是當魚類 都會以它為食 在這第三種 這是什麼 水墨 這個呢 各位到東坡去 或到西南部外 常常會看到海豚吧 台灣最常見的海豚是什麼 在熱帶水域比較常見 大部分都是平日海豚 這個呢 是虎幼植物的細藻 你看有一個一個賺錢 那這一個是什麼 鯉魚 這是什麼 海龜 應該是綠細龜 它是什麼 殺人精對不對 台灣有沒有 說東坡外 有看過 那叫維虎精 偽裝的維 然後我的虎 它大概是海洋中 最 它的 類似者的地位 或講營養階層 應該是最高的 它可以補食任何的 任何的生物 包括大白殺 曾經有 那個 殺人精 殺人精很少 各位知道 都一群 不是大白殺 攻擊 各位知道大白殺很兇悍 難道殺人精也知道 因為大白殺都是獨來獨 殺人精的話都是群居性的 好 然後 這個是什麼 暑假的時候 如果各位到花蓮去 常常會吃到跟它相關的 假藥 它叫做什麼 花蓮給它一個很好的名字 叫曼坡魚 它其實叫什麼 歡車魚 或叫歡車盾 它的魚尾巴退化了 所以看到很奇特 在台灣附近 看到的 翻車魚是小型的 最高 重量最大 最大的重量大概400公斤 各位如果到北太平洋 圍洞比較高的地區 你可以捕厚到的 換車魚 超過1000公斤 很像 好 這是什麼 哪邊可以看到 很像是海波關湯 它叫什麼 海獅海豹海象 海獅嗎 在海洋中的哺乳類 除了我剛剛講的 金豚以外 還有 這些也是 它在幹嘛 它當然一定是在看你 對不對 這種金豚類在海洋中 它們都是比較屬於 很好奇的生活 海豚是比較跟人類容易接近 那曾經 就有這麼一個故事 說 在 有人 發生的傳染 在海水中 結果 是在大洋 結果沒有死掉 你要問說什麼原因 他說因為海豚救了它 海豚生的類似比較起勁 而且它的智商也蠻高的 哥如果到花蓮的海洋公園 就可以跟海豚一同 怎麼樣 油氣 它們現在開放了 在大洋中我剛剛講過 因為深不可見 所以沒有附著的地方 也沒有什麼植物 它只有一些什麼漂流的木頭 而且木頭當然都是因為這些沿海國家 下過大雨之後 這些樹 或是砍滑掉的 這些樹沒有繫好 它就流到海豚去了 那這種漂流木呢 很奇特 我們國家的微網旅船 在赤道 地區的在捕 主要是捕這些鮪魚 或者叫鮮魚 鮮魚叫小鮪魚 但主要是找什麼 找這種漂流木 甚至他們船 他們自己帶的漂流木 然後上面裝了什麼 裝了這個 會花信號的 無線電信號的 甚至還有這種閃光燈 就是捕魚 那個捕魚的地方 它就把它放下去 然後就跟著這個漂流 一種漂流木下面 會有多少魚 曾經有 引迫到四、五噸以上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木頭下面 竟然有這麼多魚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魚 目前真正的原因不知道 但是有學者提出兩個假設 一個是木頭 在白天所形成的陰影 太陽照收到木頭 散到海底下的時候 它陰影蠻大的 那魚類就躲在這陰影下面 那躲在下面 有可能是因為修行 那另外一個是講說耳料 因為這裏木 常常會有一些附著生物在上面 所以會吸引其他生物 可是一個木頭 會吸引到這麼大群的魚類來 事實上那不太可能 所以比較可能接近的是陰影 造成的陰影 在水深200公尺以深的 我們叫深海 一直到數千公尺深的大洋 主要的這些生物是會發光的 我們叫燈籠魚 台灣有在 各位知道在高屏西東港溪的出海之後 海水一下子就很深了 因為它有一條海溝 魚類叫東港溪 學者叫做高屏海底峽谷 因為它的高屏西 高屏西跟東港溪的出海口 可以到多深 可以一直延伸到輝禮兵 一千公尺深 各位知道 小琉球 北面 那個地方的水深就到六百多公尺深 那個也是主意 海底峽谷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 這些生物很多都是具有畫光 它會畫光 那它的光怎麼來呢 是來自於它的體表 有很多部位是跟細卷工程 會畫光的細卷工程 所以它會畫光 會畫光的時候不只魚類 烏椎也會 還有夏類還有一些小型的 吃起來都會 那這邊的生物大部分都是瑞士種 它有吃什麼 它吃的東西大部分都是 表層的這一些生物死亡之後 沉下來 那後面會介紹 在比較深層隨意的魚類 它的嘴巴 它的嘴巴有點像蛇 可以吃比它起更大的生物 這邊提到東港溝和高米海裡沙 各位知道台灣有多少海溝 台灣海溝很多 尤其是在什麼? 屏東 一直到澎湖的 這個地區很多 放鳥有一條海溝 還有在墾丁的叫洪柴溝 洪柴的地方 也有一條洪柴海溝 還有一直到澎湖的地方 大大小小算算有七八條海溝 除了這裡外 在台灣的東部 台東的大五類外還有海溝 海溝裡頭的生物 我們都要了解非常的少 和在國防軍事的意義上很大 為什麼? 因為很多對岸的潛水艇 就順著海關爬起來 所以常常我們的海軍都 忽然間 一艘潛水艇就冒出來 就從這海溝冒出來 那很難 很難的發掘到 因為 一般我們發掘水下的這些 生物或是物體 都經由什麼? 潮雨坡 潮雨坡在海溝 常常會因為死角的關係 觀察不到 好了 那在台灣 因為很多 很少學者投入到 做深海的調查 所以以後 當然就希望 因為做深海調查 會想花什麼? 花錢 那些設備花錢 可是在台灣 如果各位想去看 深海的這一些 甲殼類 包括螃蟹 蝦類 有個地方可以去 在宜蘭 北關 一個休閒農場 有一個北關 螃蟹館 全世界唯一的 有深海 甲殼類的 博物館 好 深海 我們對深海了解 遠低於對外太空的了解 就這樣 深海裡面的環境比較特別 不過 它的壓力很大 都會知道海水美增加 施工 又一個大氣壓 是 就是十個大氣壓 所以 如果你跑到一千公尺十二米 存活機會 除非 在 這種 這種潛水 比如說 潛水艇 再來 第二個原因是 深海的環境 一 食物場 裡頭的 都是什麼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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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 深海的生物體質大 很 很瘦 而且呢 它 海下的質帶也比較少 另外就是 在深海 是它的體積 所以 它是比較大 比如說 某種 甲殼類的 端腳類 一般我們看到 大概是只有 幾公分的 三十公分 可得到深海去 看到是十幾公分 體色在紅色 所以 這些生物的體型大 當然它說明就長 成熟晚 而且呢 它產下的質帶也比較少 那 深海生物的特色 有哪一些 發光 當然提過了 那 第二個就是 嘴巴大 剛剛沒有提到 它嘴巴大是 主要原因是因為 深海 人吃的東西都要從上面 飄 沉下來 所以 你難得有機會 能吃到食物嗎 所以 一有的話 就趕快吞下去 第三個成熟比較晚 當然提到 一般 很多都是 一聲 它只聲音 只 板子下一下一次 好 這就是深海城 各位常看到 這叫安康宇 它這個 上面這個叫 花光的細胞 有人叫它是什麼 釣魚 它這花光細胞 在深海中 會花掉 其他時候 看到有一次吃的東西 就會過來 會不會看到它的嘴巴 有沒有 粒齒 一過來就一大口就咬掉了 安康宇 安康宇 各位如果 去 捕獲這個安康宇 就會發現說 奇怪怎麼都是母的 沒有化酒功能 因為公的安康宇 退化 它就 負 就是誰負在這個母的安康宇 的一個小小的 魚棋身上 負身 沒有什麼功能 就是 發現下一代功能 然後它就靠這個母的安康宇 怎麼樣 它的體液為生 好 各位如果 有機會到 美國紐約的餐廳 有 追到菜 安康宇 叫和尚宇 Monkfish 你要點的時候 先看看荷包錢 夠不夠 很貴 好 這個是深海的魷魚 這深海的二美貝 又叫一貝 這是無脊椎生物 海膽 海星 不知名的 無油生物 這是屬於類似像端腳類 這是不知名的 這是什麼 猜猜看 去站一下 想不到它是海參 各位有沒有吃過海參 有嘛 那個女同學應該很喜歡吃海參 零 熱量 零 膽固醇 對不對 吃了不會變胖 好 這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講燈籠魚 你看它這個 下緣跟上緣都一點一點 這就是花光細胞 它花光細胞不是在這而已 它連眼 嘴巴的上下緣都有 然後這個是深海的 它屬於林蝦 我們叫南極蝦 大概在二十幾年前 應該要三十幾年前 我們曾經有國內的 水產試驗所的試驗船到 南極去 而且去了兩三趟 就是古中南極蝦 南極蝦 南極蝦很特別 不然它上來之後 趕快要擺到冷凍庫 不然的話 它就變成一潭水 各位看過武俠小說嗎 畫骨水對不對 就像這個 好這個也是 屬於海葵 不知名的 這個海扇 然後這深海的 甲殼類 這個也是 深海的螃蟹 這深海的腳類就是殺 深海的腳類 它的經濟用途蠻大的 它的乾特別大 它乾除了做魚乾用之外 還可以做什麼 美性化妝品 才用 這是什麼 一定是金魚吧 哪一隻 哪一種 什麼金 可以潛到最深的 金魚 哪一種金魚 可以潛到最深 某香金 因為它喜歡吃的 那種大王 賊 大王魷魚 它體長都十幾公尺 就是棲息在 一千多公尺深 所以它下去 跟它搏動 各位看到這種 某香金的體表 常常都有一道一道瓜 那就是跟 大王魷魚 搏動 留下的傷痕 它其實沒有什麼傷痕 因為也不會流血 好 那除了這以外 深海還有一個 是我比較少的涉足 叫海底熱泉 這是在深海 在台灣有沒有海底熱泉 有 它是全海的熱泉 各位有機會到 龜山島 有沒有人去過 有機會 如果坐船去龜山島 某一個海域裡頭 會聞到 硫磺的味道 讓你怎麼樣 很不舒服 我們那個地方 有全世界 唯一的 潛水的硫磺的熱泉 那裡頭有 生物很高 生物量很高 這海底熱泉 它會噴出 在它出口的地方 剛出口的地方 它在裡頭 噴海水接觸 它溫度可以高達 360度C 你手一下去就熟了 當然它一噴出來 因為 跟周到海水 一結合之後 它的溫度一下子 就會怎麼樣 這樣 升到 降到多少 剩下10度 接近海底的溫度 那這一個地方 為什麼我比較少接觸 因為這地方 它有它的固有生態性 這裡頭 洗熱是化合的作用 它利用 流化細菌產生能源 不需要太陽光 我們需要太陽光 形狂的作用 它利用這種 流化菌產生的這種 化學的 行動化合作用 你都生物蠻多的 再入口還是我比較少 涉足的經驗 就是 靠近兩極的 比較冰冷的海水 那這冰冷的海水 當然也有它的生活 各位知道我們現在 吵的議題最兇的是什麼 全球暖化 造成什麼 海濱逐漸減少 對不對 逐漸減少當然 就海平會上升了 海平面一上升的話 對人類 就會 危害到人類的這種 生活 甚至財產 好了 這個大部分就是 我們今天要 介紹 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 我們講這些海洋 海域的生物多樣性 也只不過是 鳳毛麟角 當然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房間有很多書的 甚至有很多這些 教學隱段 都跟海洋生態有關 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會有一個小考 就是我們上課講的 應該是很簡單的 應該是很簡單的 就留給 我們的助理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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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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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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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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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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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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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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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